劝悔过 邪淫的过时是人犯过的很多 虽然一时没受到恶报 但在冥冥之中 又被削夺了福报 又被缩短了寿命 又被消气功名 有死于毒蛇猛兽战争刑罚碎汉 还有的自己暂时逃脱 但子孙后代受到暴力 有的今世没有偿还 便在来世仇报 就像落进罗网的鸟 却无处可逃 又像漏气中的鱼儿渐渐临死 今天人们举足动部之间 都在暗彻深坑的边缘 却安然处置 不知为惧 一旦夜报到来 又手忙脚乱 如同落汤的螃蟹 然而此时后悔叹息 又有什么用 奉劝世人早日醒悟 生起大恐怖 蒙发大修颤 发起大勇猛 在佛菩萨前一一忏悔 须知罪崇兴起 害崇兴灭 积德日久 自然可以挽回 若想超出三界 永托轮回 就应发菩提醒 立誓在未来世 度尽一切众生 将他们因淫欲罪业所受的恶报 全部欲救罢 使其往生净土 莲花化生 不再投生母胎 这样不仅消除自己的罪业 还会受得无量不得 所以涅槃经说 譬如泪花 虽有千金 终不能敌真金一两 如魂河中 头一声吟 碎无闲味 放下屠刀 便会得到 与佛一样的不坏之身 苦海回头就能登上 无上菩提的彼岸 努力精进 时不待人 若智若愚 斗影自明 红涛 明朝的红涛 是文中宫的刺者 一天上厕所时 被死去的仆人拉到阴府 看见一位官员坐在中间 左右站着飞衣和绿衣的刺者 红涛问起自己的前程 绿衣刺者从衣袖中拿出一本手册 上面的字很小 自己的名下的内容看不全 最后一行写着 本应担任参之正事 但因为在某日监目了家中的婢 降位密格修钻 钻孕妇时 红涛呆呆地流下眼泪 律衣刺者说 只要你努力行善 事情还是可以有所挽回 红涛书醒时 已经死了三天 从此就立行善事 后来他果然被委任 密格修钻 两折草运 心中非常担心 但也没发生什么事 后来他年详高寿 一直做到端明殿学士 向孟元 北直的向孟元 原名向德芬 一次他梦见自己 本应在维某年乡事中中举 因坚污了两个婢女 而去被削去 于是他就立誓 戒除歇业 立行善事 并刻印金刚经 每年赠送 后来又梦见 到了一个地 看到皇纸上 第八名姓像 中间一个字很合乎 第三个字为元 因此他改名为孟元 九年后 他参与人子年乡事 中了二十九 又过了七年 参加几位年会事 他中了第二 因为两次都与梦境不符 心里很适宜 等到电视时 他是二甲的地位 这才明白 梦里的第八是这么回事 原来电视一甲有三名 即壮元 绑眼 叹花 合称三顶甲 它是二甲的地位 加上三顶甲 正好是第八名 而且绑纸正是黄的 后来他的官纸做到复现 田某 明朝末年有个姓田的人 易容俊阳 女人常主动遇他发生私情 他虽然知道这样做不对 却还是不能借助 一次他住在南山市读书室 白天见到一位神仙对他说 你是个有大福的人 但因为男女私情 已经快被贴近了 若能重新以后痛改前非 还可以当上近视御视 田某忽然醒悟过来 痛自改毁 后来的官位 果然和神像说的一样 劝犯根本重罪者 华言经说 犯下邪淫的罪业 能使众生堕入地狱 恶鬼 出生三恶道主 若从恶道主来再次转身为人 还会受到两种火爆 一是自己的妻子不忠实 二是自己的亲属不如意 这幅报应经说 奸淫他人的妻女 死后将堕入地狱 男的抱着烧红的铜柱 女的握在磁热的铁床上 从地狱出来以后 还要长期投生在 卑贱的种群之中 成为鸡鸭等动物 这还只是就一般的营业而言 如果是对至亲尊长 以及清净刺戒的生尼 犯有乱伦和玷污的罪行 则成为根本重罪 死后将直接堕入无间地狱 忍受图格烧魔的酷刑 没有片刻停息 当原有的世界 毁坏后 就要转到其他世界的地狱 这个世界若再毁坏 就又接着转到别的世界 继续在地狱中受罪 佛经中对此有详细叙述 令人不寒而泪 若世人不知道果报的严重性 犯下了这种罪孽 或者虽然行为上没有发生 但心中已有恶孽 这也同样是犯罪 必须明白 这样的人一旦断气 必然堕入无间地狱 经历千万亿劫 已然不知何时候才能脱离 因此一定要趁身体健康的时候 在三宝前痛切忏悔 发誓普度释放一切众生 使他们都能处理三界 然后我再成佛 这样即使有必受报应的罪业 也会自然消除 从前 阿瑟四王 承犯下杀父的罪行 因为他恳切忏悔 所以在地狱中受得苦 不过像在世间牢狱中 被监禁了五百天 由此可见 忏悔功德不可思议 如果因寻懈怠 就难免要在长劫之中 备受痛苦 朱公取卷 苏松县的县令 朱威高 康熙极有意 在江南地区的乡市中 担任考官 取中了一张考卷 晚上梦见鬼对他说 此人不可落去 并写了一个银子 朱威高询问其中闲情 鬼说 此人奸淫了继母的女儿 以招致上天的惩罚 第二天 朱威高把这个梦望 还是把这份考卷 呈送主考官 主考官对试卷中的文章 大加赞赏 但用笔抹去了文中的贤主二字 朱威高说 在第二场的考卷中 这两个字害有不少 似乎不应该抹掉 主考官也觉得不妥 就让朱威高把图上的墨迹 抹掉 抹的时候发现墨迹已经渗透了好几层值 这时 朱威高忽然想起昨晚的梦 于是决定不录取这个人 蒸香的许兆新在五五年考中了决人 考试结束后 前往福宁州拜见主考官 经过一个尼姑庵室 他看上了一个年轻的尼姑 就去挑逗他 这个尼姑不肯屈从 他以自己的势力相威胁 详行监污了他 第二天他忽然精神失常 把自己的舌头嚼断后死去 清朝顺治初年 有一对夫妇到旧华山进乡 晚上就睡在船上 有人看到那位女子长得很美 半夜时假装她的丈夫 接引了他 第二天早上发觉后 那位女子非常羞愧 就上吊自杀 她的丈夫非常痛苦 买了棺材将她入殓后 暂时停放在路边 等进山朝拜结束 载着她的灵鹫返乡 到了家里 却发现妻子已经先回来 丈夫大吃一惊 以为遇见了鬼 妻子说 是你送我先回来的呀 丈夫更加吃惊 打开棺材一看 发现里面的死人 是进乡时同船的人 脖子上还套着绳索 是上吊勒死的样子 这件事流传得很广 从此到九华山朝里的人 就更加庄宇宙 劝发心除世 从前释迦牟尼佛 在起源经社时 有四个比丘在一起讨论 我们世间什么是最痛苦的事 一个说是淫欲 一个说是饥渴 一个说是晴慧 一个说是精不 互相争润不休 我说你们所讲的 都没能找到痛苦的根本 其实天下最大的痛苦 就是有这个身体 无论是饥渴 尘惠 舍欲 冤丑 所有这些痛苦的产生 都是因为有这个身体 因此身体是重苦之本 祸患之悦 就拿隐喻来说 投生为女人之身 就爱慕男子 投生为男子之身 就爱慕女人 败名尚解 损负 效受 都是由此而起 即使有人能坚守征钞 而得到富贵的果报 享受富贵的时候 又不免照下恶业 一天所做的坏事 要用一万劫的惩罚偿还 所得到的远远不能与失去的相比 既是降福的时候 又能勤修善业 投生到天际 但所修的天府一旦耗尽 仍要进入痛苦的轮廓 所以佛经上说 转轮圣王 统辖四大天下 飞行自在 但在腹禁之后 却成了一只牛脖子上的虫子 因此可知 善恶因缘之中 一切短暂的腐败 都是导致堕落的原因 无论地狱还是天堂 同样都是无尽轮回的住所 如果不能发起除世之心 走上彻底觉悟的大道 而只是雍雍碌碌的今天修善 明天改恶 转轮 与三途八难之中不能自拔 这绝不是一个血性男儿 所当有的志向 然而 曲调越是高雅 能理解欣赏的人 就会越赏 这句话可以送给那些 具有善根智慧的人 如来降难 我们的本师释迦莫尼佛 在无量节前 早已原成则道 为了救度更为广大的众生 所以化现出无数的身相 在无量的世界中处处示现 降生于期间 以我们这个世界的释迦莫尼佛而言 他是天主国 靖范王的太子 为降生前 在兜率天宫 名叫善会上 当时天主国 有位国王名叫 靖范王 王后名叫摩耶夫人 他们也都是过去的古佛 现身为国王 国母 菩萨乘着六牙白线 腾空进入摩耶夫人的右邪 圣母随即感到身体安乐 如意甘露 当下便应有了智慧与辩才 祝天的精妙范式 也会自然到来 怀孕的月份快满的时候 圣母带着宫女在花园中游吻 举取右手 扶着波罗叉树的树枝 这时太子忽然从他的右邪带着 放射出盛大的光明 普照天地 无量驻天圣众 都由衷地欢喜赞叹 花园的地上忽然涌出两瓷香水 一冷一热给太子沐浴 虚空中有九龙吐水 浇在太子的身上 四大天王抱着太子 刀立王 用天衣捧护 此时太子向四方各行其部 说道 天上天下唯我独尊 靖范王正坐在宝殿上议论和证 忽然听到大臣敲打欢喜呼 奏报说太子诞生 靖范王向用 宝年把太子载入宫中 这时批手 结魔天神变出了七宝车 四大天王作为御者 祝天仙人 在虚空中点燃奇妙的香 供养太子 太子具有三十二相 八十随行好 十九岁除家 三十岁成道 这就是释述 这就是释迫尼佛 相声的情况 不染事远 当时靖范王 聘取了耶稣陀罗作为太子的妻子 举行了盛大的婚礼 接着又为太子娶了两位妻子 一个叫曲蜜 一个叫陆椅 一个叫陆椅 于是太子就有了三位妻子 靖范王还建造了三座宫殿 选了三千名宫女 用于扶刺太子 第一宫的宫女 于前夜刺奉 第二宫的宫女 于中夜刺奉 第三宫的宫女 于后夜刺奉 宫中还演奏千万种音乐 昼夜不久 那时太子在宫中 无论行柱坐卧 都与他的妻子们在一起 但却从来没有世俗的预念 在安静的夜晚 他都在专心休息禅定 不曾有过乌夫间的性行为 菩萨降魔 魔王波寻看到太子 勇猛休息 想要破坏他的行刺 于是四处揪积了天兵 独龙 恶鬼 前往太子禅定的地方 各个首次刀枪火箭 从四面围攻 此时太子进入 慈心三昧的境境 完全受不到任何伤害 波寻大怒 又派自己的三个女儿 带着天冠 身配鹰落 容光幻霸 乘坐七宝车 车上有华丽的宝杖 无数曼妙的天女 演奏着天乐 身上的毛孔 散发着美妙的香气 到了太子的面前 三个魔女下车合掌 姿态显雅 徐步向前礼敬太子 手里拿着宝器 里面盛满天上的甘露 献给太子 说道 太子出生时 万神四位 你为何放弃如此 尊贵的地位 到树下独自忍受 孤寂呢 我们是天王的女儿 在御界的六天之中 最为美丽 愿以我们的身体 赐奉太子 望太子 能够满足 我们的心愿 此时太子身心不畏所动 用眉间白蚝旋转放光 照向三位魔女 他们顿时看到自己身体内部 是件体内的浓血 鼻涕 唾液 九孔 筋 脉 大肠 小肠 生炸 熟炸 里面有无数寄生虫 爬来爬去 嬉戏 三个魔女看到自己身体的真实状况以后 当时就呕吐起来 又见自己的头部 一个变成舌头 一个变成狐狸 一个变成狗头 身后各自背着一个老太太 头发花白 满面皱 犹如僵尸 心前还各自抱着一个死去的孩子 从六窍中留着农业 三个魔女惊恐不已 无福在地上 爬着回去 丑喝美女 释迦莫尼佛在世时 有一个婆罗门 她的女儿容貌专正 艳丽不酸 她在外面悬赏说 如果谁能说我女儿丑陋 我就把赏金 讲给她 过了九十天 竟然无人提出一意 她把女儿带到佛的面前 佛见到了 就呵斥说 这个女子非常丑 没有一处好的地 阿南对佛说 这个女子真的很漂亮 您为什么说她丑呢 佛说 人的眼睛不贪着美色 便是好眼 耳鼻舌也都如此 身体不掺着细滑 便是好身 两只手不偷盗他人的财物 便是好手 而这个女子眼睛贪着美色 耳朵贪着阴身 鼻子贪着香味 身体贪着细滑 两手喜欢道财 因此说她没有一处好的地 佛破难遇 居沙尼国有一个人叫 摩阴提 她的女儿非常漂亮 就把她带到佛前 想让她来赐奉 我说 你认为你的女儿很漂亮吗 摩阴提 从头到脚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 没有不漂亮的地 佛说 人的右眼 这么容易就受到迷惑 我看这个女子 从头到脚 没有一处漂亮的地 你看她的头上有头发 头发就是一种毛 大象和马的尾巴上 也都长着毛 头发下是头骨 头骨就是骨头 这和屠夫家猪头的骨头 也差不多 头部中央有脑浆 脑浆就像泥一样 气味骚臭不滤 扔在地上 谁也不愿采到 眼睛像一个碎瓷 里面流出来的全是泪水 鼻子里有鼻涕 嘴有唾液 腹部有肝 肺等内障 气味都很腥骚 肠胃 膀胱 里面盛着屎尿 人的四肢 手脚 一块块骨头 彼此支撑 肌肉活动 皮肤收缩 全靠气息来带动 就像牧人靠各种装置驱动 所以能做出各种表演动作 表演完之后进行拆解 各个部件彼此分离 头脚等各个部位摆得到处都是 人的身体构造也是如此 请问哪个部分漂亮呢 佛珀女 佛对摩栋女说 你爱阿南什么呢 摩栋女说 我爱阿南的眼睛 爱阿南的鼻子 爱阿南的嘴巴 爱阿南的耳朵 爱阿南走路的样子 佛说 眼睛里质有眼泪 鼻子里质有鼻涕 嘴巴里质有吐沫 耳朵里质有耳垢 身体里质有屎尿 臭汇不尽 接位夫妻后 行房时便有不节的经业 经业交合便会生下孩子 有了孩子就会有死亡 有了死亡就会有悲伤哭泣 你所喜爱的这个身体 究竟有什么好的地方呢 穆连雀屋 长老穆建林 随佛出家修行 证得阿罗汉果味 他从前的妻子想与他重修救援 打扮得非常漂亮 前来引诱他 穆建林对他说了一首记 若身骨干立 皮肉香产果 不尽内充满 无一是好物 我心如虚空 一切无所说 正是天一来 不能燃我心 沙米首席 释迦牟尼佛涅槃后 安托国有一位优婆帅 供养一位比丘和一位沙米 天天给他们送饭 一天优婆帅全家都出了门 只留下一个16岁的女儿在家 容貌非常美丽 由于优婆帅匆重离开 忘了给比丘沙米送饭 到了吃饭的时候 比丘便派沙米去去 优婆帅的女儿听到敲门 直到是沙米 心中非常喜悦 就请她进来 做出种种淫秘的姿态 纠缠着沙米说 我家的财宝树 如果你现在能满足我 我就做你的妻子 沙米想 我有何罪 遇到这种恶缘 宁可丧失性命 也不能破戒 可是要转身逃走 她一定会拉住 路上的人见到了 反而会受到侮辱 于是就对她说 你把门关上 我到房中歇一会儿 再满足你 女子除去把门关上 沙米进入室内 看到一把剃刀 心中很高兴 就脱下 就脱下衣服 和掌跪下 对照居师纳成 佛涅槃的地方 流着眼泪 发愿说 我现在为了 不破佛菩萨界 即和尚界 决定舍弃自己的生命 愿我生生世世 出家修道 圆满成佛 于是就自吻而死 鲜血流打 优婆赛的女儿 近来见到 欲心顿时熄灭 极为悔恨 便将自己的头发剪断 父亲回家敲门不开 让人从墙上翻进去 把门打开 他进来后 见到女儿这个样子 吃惊地向他讯问原因 他的女儿默不作声 心里想 如果说实话 太丢人 如果撒谎说 沙米想侮辱 将来必定要 堕入地狱受苦 无边 想来想去 还是说了实话 优婆赛就进到 沙米死去的房中 向他的遗体合掌作 国王听到了这件事 也亲自前往 礼拜赞叹 而文目睹这件事的人们 都发出了 五体心 报眠罪果 圣护比丘 从龙宫出来以后 来到一个地 见到种种可怕的情形 这里 殿堂的墙壁 柱子 以及各种器皿 都是血肉形成 烈火焚烧 里面的人们受尽痛苦 共有五十六种情形 其中有两个沙米 互相抱着碎在一起 猛烈的火焰 奉烧他们的身体 没有片刻停息 圣护比丘 离开这里以后 就去请问 释迦莫尼佛 佛对他所见到的情形 一一做了解 并说 你看见的两个沙米 正在地狱中受苦 家业俄的时候 他们是出家人 因为在一床被子里 抱着睡觉 所以堕入地狱 在猎烟焚烧的被褥中 互相抱着受苦 至今还没有停止 夜市化 四家蒙尼佛在寺 有一位姓佛的居士 明日供养三宝 努力向善 临终时 他的妻子 都在非常悲伤痛 他听了很伤心的念 命中后 魂神舍不得离开妻子 就在他的鼻孔中 变成了一条童子 当时有位出家的僧人 见到居士的妻子 悲哀痛 有说法劝导他 妇人一时 屁肋交流 鼻孔中的虫子 掉在了地上 他看到后 不好意思 就用脚去踩 僧人急忙 自说 快停下 不能踩死 这是你丈夫 妇人说 我丈夫送经此地 精进修行 别人都比不上他 怎么会是这个点 僧人说 就是因为你舍不得他去世 在他临终时哭泣 吐动他对你的 遍目之急 以致 淪落为一支僧人 僧人 为僧子说法 僧子听后 心声忏悔 命中之后 生到了天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